天津狮子林桥的浪里白条们 在短暂成为6A级景区后 最终退出了舞台 将一切盛况都写入了历史 而在天津小西瓜这边 这些跃跃欲试的浪子艳青们 无疑成为了下一任6A景区的热门人选 这个交场 除了拥有天津自带的欢乐氛围之外 还多了一丝悬念 如果不在交场看到最后一秒 你永远不会知道谁是最终的赢家 更不会知道 他们下一秒要抖出的是什么包袱 大家好我是屈宫 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程不迷路 这个地儿天津的小西瓜交场 你们好多人从外地大老远来天津 光看看跳水怎么能够 记住了这边也来转一转 每礼拜日上午 话不多说 摔跤马上开始 天津拥有远远流长的摔跤文化 早年间满清皇室爱看摔跤 所以聚集了很多摔跤高手 在辛亥革命之后 一部分高手辗转到达天津 也把摔跤这门艺术带了过来 在历经多年的发展之后 摔跤这门运动在天津一度流行开来 直到现在还有一些民间自发形成的摔跤场 那都是对摔跤这门运动的传承 我们今天来到的小西关脚厂就是其中之一 天津小西关脚厂很好找 从地铁6号线的人民医院C口出来 旁边就有一条小路 顺着这条路走到头 然后寻着生意就能够找到脚厂的位置了 组织摔跤的机构名叫金友胶社 我特意跟现场的主持人确认了一下 他们这边的摔跤比赛一般是每周日的上午10点开始 12点左右结束 一周摔两个小时 而且冬天照常营业 复兴公园那边是周六上午摔跤 有时候也是他们下场表演 如果将来时间有了变动 就辛苦大家随时把最新的消息分享出来 我来给大家点赞置顶 这边看摔跤的观众以天津大业为主 但是场上的摔跤选手可是什么年龄段的都有 比如说眼前的这两位 一位是70岁 另一位是78岁 说句不中听的话 我到了他们这岁数 别说上场摔跤了 我走道能跟他们一样利索 那就阿弥陀佛了 人家在这个年龄段摔一下什么事没有 照样乐呵呵的站起来 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眼前这两位年轻的就更了不得了 蓝衣服的这位是来自东北的武林高手 这次是来天津旅游的 但人家是带着全套的摔跤装备来的 主打的就是一个敬业 白衣服的那位也不简单 现场的观众说 这位是天津舞相声民宿 慕东丽的高徒 慕东丽的搭档叫马三岭 人家这二位 那是真正的相声摔跤两门豹 他们那边的表演 更像是相声里的腿子活 都是带剧情的金味WWE 但我们眼前的交场 那就不一样了 这边更偏重于比武 虽然说场上的主持人 经常拿着话筒说当口 有时候有人跟着他一起说对口 边上看摔跤的老大爷 跟着一起说群口 但这些都是天头 站在交场鄙视的两个人 那才是主角 如果谁动作过界了 就会有人上来纠正 我从现场就看到有一位老先生 来给大家讲解什么是交品 什么是交德 按照我的理解 所谓的交德 应该是指交场上不成文的规矩 不讲交德不一定是犯规 但一代代的选手都自发的遵循他 品德这种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 但他比一时的胜负重要的多 你把对手摔在那 那只是一时的胜利 年年岁岁月月日日 总有出类拔萃的新人出现 每天都有崭新的胜利高光时刻 长江后浪推前浪 所以胜利的荣光保持期很短 但是交德不一样 就算比赛结束了 好的口碑也会被人铭记很久 可能是几年 也有可能是几十年 在一场比赛中讲交德倒是不难 但如果是坚持三年 十年 坚持一辈子呢 能长久的维持初心不变 那才是难能可贵 场上的人追求一生的品德口碑 场下的人追求永恒的轻松快乐 我们不妨在快节奏的日常生活中 偶尔拿出一个周日来放空自己 上午看摔跤 下午去逛街 晚上看歌舞 也不为过 有了这治愈的一刻 人生便不再不值得 我们也会有更大的动力 去提拦闯人海 再去面对明天的新生活 看到这里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 和徐公一起读场 一起旅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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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